新冠肺炎全民警戒 没想到台北市内湖却有一名副所长 身为执法人员却带头违法 附近居民在脸书上一篇篇篇的留言写的全是惊恐 原来这名副所长先前配合防疫中心 到确诊患者的家中做访查 没想到这名副所长却将确诊患者的个资 还有病例诊断以及过去行踪等资讯 透过通讯软体传给灵性友人 而灵性友人又再次将内容传给自己的黄姓友人 黄姓友人把手中拿到的个资 全部转传到聊天群组 甚至还po上脸书社团 内湖警方透过督查系统抓内鬼 迅速查办到这名副所长 本案料源无故将公务机密 泄露给不相关的第三人造成的事端的部分 本分角业维刑法第132条 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 移送台湾40地方检察署侦办 另外有关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 同时含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来依法采访 副所长道案变称 只是讲提醒朋友防疫的重要性 所以才将内部资料给转传 没想到朋友不知道严重性 把资料全部传出去 副所长遭到拔官 加上记忆大过 后续还有泄密罪 以及违反各自法等着他 记者前路横 梅凯婷 SNG小组台北报道 importante Jeez 感谢观看